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中东局势 随着哈马斯袭击一周年的临近 以色列已提高警戒 准备应对可能的冲突 以色列军方强调 将毫不留情地打击任何威胁 尤其是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挑衅 接下来 我们带您关注一则航空新闻 香港国泰航空的一架飞往纽约的航班 因乘客不适而紧急降落在东京与田机场 虽然航班延误了 但航空公司已妥善安排乘客的后续事宜 确保每位乘客的安全 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政治的最新动态 前总统特朗普在巴特勒式的造势活动中 强调团结并指责枪守卫 邪恶的怪物 这次回归不仅是他对支持者的回应 也是对他们的鼓舞 展现出他对未来选举的信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周网报道 随着哈马斯于10月7日发动袭击一周年的临近 以色列军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并准备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 以色列陆军总司令哈勒韦表示 将毫不留情地打击黎巴嫩真主党 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强调以准备增加兵力 以应对可能的攻击 哈马斯去年发动的袭击造成超过1200人死亡 至今以色列仍在与真主党进行激烈交战 并针对其背后的伊朗展开行动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指责伊朗是持续威胁 并表示以色列有权保卫自己 在香港 国泰航空一架飞往纽约的航班 因乘客突发不适 紧急降落在东京与田机场 航班CX840在凌晨安全降落后 机场人员立即安排受影响乘客送医 国泰航空对此表示歉意 由于受香港民航处规定影响 航班需在东京停留过夜 国泰为其他乘客提供了酒店住宿 此前 国泰航空也曾因一架飞往苏黎市的航班 出现发动机起火事件 而进行了全面检查 在华盛顿 白宫附近发生了一起抗议事件 一名男子在声援巴勒斯坦的集会中 企图自焚 幸好被警察及时扑灭火焰 导致其手臂严重烧伤 该男子在抗议中 高举燃烧的手臂 周围的民众和警察迅速采取行动 警方尚未确认其自焚的具体原因 而该男子自称是 视觉叙事者 在事前发布了一篇 与加沙战争相关的文章 此次集会是全球多个城市 为纪念哈马斯袭击和以色列 对加沙战争一周年而举行的活动之一 吸引了约一千名参与者 星周网报道 台湾总统赖清德 在双十晚会上发表讲话 强调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明确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 赖清德指出 中华民国即将庆祝113岁生日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刚过75岁生日 这一对比凸显了两者的历史差异 他呼吁台湾民众团结 捍卫国家主权与民主自由 重申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赖清德的言论 引发了国民党的强烈反对 质疑其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立场 并呼吁他遵守宪法 在国际新闻方面 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停止 向以色列供应武器 尤其是用于加沙地带的武器 这一言论 引起了以色列总理涅坦雅胡的强烈反击 马克龙在巴黎的法语国家峰会上表示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避免黎巴嫩局势升级 而涅坦雅胡则指责西方国家 位于以色列站在同一阵线 应该感到羞愧 他坚称 以色列会继续与哈马斯及黎巴嫩真主党做斗争 无论外界支持与否 此外 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 重申了以色列的自卫权 但批评了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 强调黎巴嫩人民 不该成为牺牲品 他的言论引发了涅坦雅胡的反弹 认为这样的呼吁 是在支持伊朗及其代理人 显示出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与紧张局势 尽管如此 马克龙仍然表示 将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安全 并计划与加沙被扣人质的家属会面 展现出他在此问题上的关注与立场 香港电台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以应对加沙地区的持续冲突 他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寻求政治解决 而非进一步加剧仇恨 对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 称马克龙的言论可耻 并认为在以色列对抗伊朗支持的恐怖势力之际 所有文明国家应团结支持以色列 与此同时 卡塔尔对此表示赞赏 认为马克龙的呼吁是朝着和平迈出的重要一步 星岛日报指出 在以哈战争一周年之际 以色列军队加大了对加沙的军事行动 周日凌晨空袭了一座清真寺 造成至少18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该清真寺曾收容流离失所的民众 目击者担心伤亡人数会继续上升 以色列军方称 此次空袭是针对哈马斯的精准打击 而加沙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自战争开始以来 亦有近4.2万人在冲突中丧生 23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 饥饿危机愈发严重 星州网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警告 随着以哈冲突一周年的临近 极端分子可能会在国内实施暴力行为 虽然没有具体的威胁信息 但各地警方已加强对犹太和穆斯林机构的巡逻 确保安全 纽约市警察局和洛杉矶警察局等地 都增加了巡逻力度 以应对可能的暴力事件 安全部门指出 孤立的袭击者 可能会利用当前的紧张局势进行攻击 这对执法部门构成了特别大的挑战 星州网报道 以色列总理涅潭雅胡在近期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以色列所面临的七大敌人 并誓言将进行不懈的自卫斗争 他提到 伊朗及其支持的组织 如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等 是以色列的主要对手 并强调以色列有权和义务回应这些来自敌方的攻击 涅潭雅胡特别提到 伊朗最近向以色列发射了大量弹道导弹 这使得以色列在多个战线上面临威胁 他承诺将竭尽全力 确保被掳人质的安全归还 并对外界呼吁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的国家 表示强烈不满 重申以色列将战斗到最后 星州网进一步报道 泰国清迈因暴雨引发了50年来最为严重的洪灾 导致多个经济区和旅游景点遭到重创 超过500名游客被困 平和水位急剧上升 淹没了多条道路 部分酒店也受到影响 游客与外界的联系几乎中断 当地政府迅速采取行动 出动水上交通工具进行救援 并呼吁游客尽快撤离 洪水不仅威胁到人类的安全 还对动物造成了影响 数百只大象被疏散 但仍有两头大象不幸遇难 此次洪灾在泰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多个府的家庭受到波及 损失惨重 星岛日报报道 新西兰一艘仅服役五年的军舰 马纳瓦努一号在 萨摩亚外海触礁后起火 并最终沉没 索性舰上75名人员全部获救 军舰在触礁后严重倾斜 并冒出浓烟 最终于周日上午完全沉没 事件发生后 新西兰军方迅速展开救援行动 利用巡逻机和船只 确保所有人员安全上岸 该军舰于2019年从挪威购德 虽然舰铃不长 但却因触礁而损失 军方目前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并与环保单位合作 防止沉船对海洋生态造成污染 星岛日报报道 近日在美国白宫附近 举行了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吸引了约1000名参与者 在活动进行时 一名男子突然点燃自己的左手臂 试图自焚 索性华盛顿特区的警察迅速赶到 并成功扑灭了火焰 救下了该男子 但他仍然遭受了严重的烧伤 至于该男子自焚的原因 目前尚无确切消息 警方已将其带走 并封锁了现场 示威活动随即被驱散 星州网报道 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州巴特勒 举行了一场竞选集会 这是他在遭遇枪击事件后 首次回到该地 特朗普在集会上称呼枪手为 邪恶的怪物 并强调天意阻止了枪手的阴谋 回顾事件 特朗普在7月13日的造势活动中 遭到枪击 导致一名支持者死亡 和数人受伤 此次集会中 特朗普向受害者致敬 并呼吁支持者继续团结 强调不能被恐惧所击倒 集会上 特斯拉CEO马斯克 也现身支持特朗普 鼓励选民参与投票 星州网还报道了 中国与朝鲜建交 75周年的庆祝活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互至赫电 回顾两国在过去 75年间的友好关系与合作 习近平强调 中朝两国在维护国家主权 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 相互支持 并表达了加强战略沟通 与合作的愿望 金正恩则表示 朝鲜将继续致力于 巩固和发展与中国的友谊 祝愿中国在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 取得更大成就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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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